好来关心各行各业的心情吧 要告诉您景气倒好 包含了金融业房仲业 今年年终啊 有人可以拿到12个月 等于做一年零两年的薪水 真的相当不错 其实除了年终奖金 业者给的大方之外 现在告诉您 很多行业都透露说 他们要大幅加薪了 像是金融业最多可调高10% 而房仲业既出高于其他行业新鲜人的起薪 就希望能够招到更多的人投入房仲业 打打前半尾牙 还要来大咖一人助阵 金融业景气大好 尾牙是一场比一场热闹 像是富邦金 就一口气席开1400桌 不过这还不够 现在金融业还打算要大加薪 已经送出12个月年终的富邦金 最多加薪5% 国泰金则是2-6% 而新光青和花旗调幅则最大 可加到10% 又像是工股色彩浓厚的台银土银和库 至少会加1-3% 而不仅金融业寄出力多 同样大好的房仲业 也要出高薪抢人 每年的加薪幅度大概在3-5% 最近我们又推出一个新的方案 就是让新人 跟那个选择是5万块6个月 说永庆房屋 新一房屋也同样将底薪提高到5万 而加盟体系的铸商不动产户中性房屋 则是提高抽成奖励 最多可到70% 就是希望透过远高与新鲜人薪水的价码 房仲也要招募到上万人 积极展店 感谢